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截之后立刻返回故乡彰化 吴宁宁除了家门 隔着铁栅栏跟记者对话 先希望你来选立委 有这样想法吗 我先回归我最佳的身份 吴宁宁穿着黑衣黑裤T恤上 写着K宁两个字 不知道是否就是此刻自己的心迹 有觉得委屈吗 没有没有 我已经讲过 没有什么委屈 其实我们就是一样 就是面对我们现在的困难 我们需要就是克服困难 截至当天晚上他深夜在脸书 PO出北农做农的新生产地 与议会篇的影片 不少网友涌入直迟 你代表啦 你叫百人总经营去 去那个議会在问去 问一桌 对一个人要回答 你叫我闭嘴 叫我闭嘴 吴宁审后被冠上 头号战犯的标签狼狈下台 担任北农总经理的日子 会不会成为写作素材 吴宁说可以写的东西还很多 未来农业方面 要是能帮上忙的救回帮忙 但是不少乡亲替他抱不平 这不敢 这不敢吗 对 这孩子乖 乖 乖 我们回收收起来 他们是人材 这政兵可以收到 他没有什么关系 齐州乡长也是他的表哥 黄胜禄更比喻吴宁室 无辜被卷入刑案的路人甲 也就是替死鬼 救家人的立场 我们非常高兴啦 这个可以终止他再次的被霸凌 被欺负 被虐待 一个状态刑案发生 一个人被围窝致死 嫌犯逃之夭夭 但是路人 路人甲 吴宁宁把他抓来 你承认 人是你杀的 人是你打死的 吴宁宁否认将投入彰化 立委补选 这回被迫下台返乡 将亲跟农民纷纷力挺 给他温暖 在立新闻许说 银六与张华采访报道